好 刚才除了我们看到台北市呢 政府有规划所谓的公益住宅也好了 或者是社会住宅也好了 或者是平价住房也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 除了台北市之外呢 我们继续往南走 在台中市三明路一段 公管路附近 也要盖这个出租的住宅 租金不限 还有台中市的高宫路 台南市的永福路 还有这个台南市的从明路跟荣誉街 高雄市的大园街跟顶文街 顶永街的附近 可是这些呢 在条件上 好像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 这个规划跟限制 所以呢都是属于出租住宅 租金不限 好 彭发言人 这个 这个怎么样看这个 现在政府推出来这些所谓的 社会住宅或者公益住宅 这里面有几个是符合您的想法 完全没有 我大简单讲一下背景 就是刚好跟我们这阵子的倡议有关 我们大概结合了十几个 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来部分 这过程中 事实上我们跟拜访过两党候选人 那事实上也跟行政院 国有裁判局都去做过抗议 对 基本上之前的效果都不大 就在上个礼拜 见过总统之后 突然每一个单位 包括吴院长 包括谁 大家都觉得好认真 我都做了很多事 那总统给您的答复是什么呢 总统他那边 基本上只是一个政策上的宣誓说 台湾就是开始要来推动这个事情 他要求相关单位就开始做规划 推动什么呢 推动社会住宅还是合宜住宅 社会住宅 就我们谈的社会住宅 可是现在状况是 在这样的压力下面的时候 每个单位就随便拿出各种 他们手楼上现有的方案 就来藏赛物 只是为了呼应总统 登高一呼的 像说本来领口要盖合宜住宅 他说那样我把里面切百分之五 盖个社会住宅好不好 或者是本来国有裁判局就在做这些标售 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住宅 这本来就要做这些事情 他就拿出来说 有啊 我们接下来这些住宅 这也算是社会住宅 我觉得这个有点完全被搞混 那其实背后代表是 真的是台湾长久以来 从来没有关于社会住宅的政策规后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 第一个我们最近去查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去查过说营建署的预算里面 关于社会住宅的部分 只编了200万 做一个调查研究 就整个全台湾 做一个社会住宅的政策是这样 就完了 对 这事实上是说 看起来政府长期本来就没有做 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总统的宣誓政策下面 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开始规划 研究政策 而不是这么极旧章的 随便拿一些适势而非的 而且甚至是一些错误的政策 来去堂塞 然后去混淆市庭 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指出来 对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很多的观众心里面抱持的一种期待 就是说 现在政府如果在更重视 所谓的住房政策的同时 能不能比较让这个房价合理化 因为毕竟有些人他是可以租的 可是有些人他心里面还是希望 能够买得起自己应该可以住的房子吗 骞哥 对 当然我们大家中国人的一个观念 都是希望说一辈子有一个自己的窝 这个是所有年轻人的一个愿望 刚刚我们谈到的社会住宅 应该是在贫穷线以下的 以目前来讲应该是6% 差不多6%的一个人口 这个部分来讲 而且是分散在各地 而且他不只是说集中 你给他集中在小地堡那边让他住 那你要辅导他就位 不然的话他住在那边干嘛 所以原来上他应该是分散各个县市 去做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政策出来 那另外在整个房屋这个部分 就所谓的一个合一房 廉价房这个部分 是类似过去的一个国宅的概念 那另外最近也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那我只有卖房子给你 我不卖土地 那可能有50年 还是80年的使用权 那对年轻人来讲 他可能就买得起的 那你现在的豪宅边缘 你现在150万 那我可能买个60万的房子 那我可以住50年 我可以住80年 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变通的一个方法 对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 他三之十可以工作 我始终觉得台湾本地 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 对于各种的福利政策 然后刚才包括来宾所提出来的 这个住房政策也好 讨论都太少 而且步伐太慢 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要平稳的这个发展 真的不能让这个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这个民怨会越来越加深 他的社会的不安定性就会越来越深 所以这个张教授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如果说以其他各国来讲的话 这个事实上呢 各国的社会住宅的这个比例 欧盟是最高的 欧盟最高 荷兰是百分之三十四 哇 就说他们的国家里面的这个所谓社会住宅 就新建了百分之三十四 那刚才我们的那个数字就很不好意思拿出来比了 我们叫百分之 零点零八 零点零八 对 我还想说要cover一下 正好就在下面 这是这个最低的 最高的是这个荷兰 可是包括美国啦 包括日本啦 包括新加坡跟香港 其实都有非常高比例的这个社会住宅 所以如果我们以percentage 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呢 的确我们真的是远远的这个不及啦 我们先请这个张二叔对于新加坡的例子 是比较熟悉吗 我想其实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啦 特别包括美 特别是北欧这些国家 都是会出来非常照顾 当然意思说 那然后他们的弱势团很多吗 其实就是看这标准怎么定啦 对 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啦 是把房子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 他认为欧洲人觉得认为房子是基本居住权利 你如果没有办法 就是政府就要照顾你 对 当然不是完全传统那个社会主义好像大锅饭 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也不是这样 他是真的是觉得很多人 他不应该把所有的资源放在房子上 那因为整个国家资源 还有很多应该去做努力的 如果全民过度投资过度消耗房子上 其实这整个国家是不好的 对 所以他基本上鼓励一些所谓出租住宅 让大家有屋可以租的想法 从这里面看到台湾基本上是把台湾的房子当作一种商品 或者当作一种住者有其屋 每个人都要求你买房子 租房就低人一等 那整个社会上不鼓励你出租的 或者歧视出租的 那这个就让整个资源的配置是很大的一个危机啦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态度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真的重新反转这样子说 其实特别对年轻人来讲 你买不起就被硬着去买吧 对 租房子 而且你更多的可以有流动性的想法 你可以到出外国外旅游等等想法 把资源放在其他地方上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福气啦 如果社会住宅 我们如果从国外的这些 他们已经做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那么台湾显然相对的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政府怎么样去落实这个政策 可是除了这个社会住宅提供给比较弱势的民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给 想要买房子 可是对于这个高房价呢 却是始终渴望不可及的这些民众 怎么样提供给他们的机会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